一輛白色轎車在路口右轉 突然一輛機車肥速撞上 騎士和機車噴飛滑行後 撞到停等紅燈的轎車 機車零件噴飛四散 騎士受傷倒地 車禍發生在桃園 肇事現場還能看到破碎的車殼零件 可見當下撞擊力道猛烈 在台東十六號下午三點多 也發生一起對撞車禍 一輛貨車直行開在小路上 高速直行的機車沒有減速 竟然當頭撞上貨車 騎士瞬間談到空中 重闖昏迷 貨車駕駛還心有餘悸 另外一起車禍在交叉路口 千萬保時捷休旅車 橫向開出來 一輛轎車高速時來 反應不及撞上休旅車左側 休旅車左側車門板經嚴重凹陷 安全氣囊全部爆開 直行的轎車車頭盔損 引擎蓋凹折 保時捷後續的維修費 恐怕超過兩百萬 新北京山十七號早上七點多 則發生一起死亡車禍 消防人員趕忙 將衰落溪中的騎士 從五米深的溪中吊起 警方初步判定 疑似是銀色轎車的駕駛 追撞機車騎士 導致衰落五米深的溪中 當場死亡 詳細原因還要再調查 記者綜合報導 好 民意力會降低 然後我們說睡覺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這真的是不只脾氣差 皮膚也會變差 旺旺現在推出了一個新產品 叫做夢夢水 獨家的配方呢 可以啟動入睡的關鍵 怎麼買呢 來QR Code 快點GO 掃一下